聽說建貨老闆很愛告人啦 聽說建貨老闆非常愛告人 那我們就來給他 好熱鬧一下 齁 你們建貨炒股票了嘛 最近股票不好嘛 這個也違反證券交易房 我沒有 好笑的來了 我們沒有爸爸可以告 我們也沒有股票可以炒 我們也沒有外資公司 這樣又告我 我講這樣也告 老闆如果不懂 多請一百個律師 你的財力可以啦 不要讓人家笑破陸屁 他還有告一個妨礙名譽 妨礙名譽 他自己做了這個罐老闆 你還敢告我 你還敢告我 一個上市櫃賺錢賺了那麼多 還敢告我 這個我在直播上面講的嘛 他說這一段話是 妨礙他的名譽 我跟你講 他叫台灣人只要一說話 都妨礙名譽了 台灣人只要在討論 任何事情都是妨礙名譽 這叫妨礙名譽 這個就是他後來跑去新北 他告我什麼呢 第一個最好笑的叫做 違反證券交易法 那他說我怎麼樣 違反證券交易法呢 大家可以看喔 這個樹狀 他結了我這個 總共 呃 呃 呃 光證券交易法就結了 十六段 二十九段話 十九段話 這十九段話呢 我唸給各位聽 他就說 我這樣會違反證券交易法 聽說建國老闆很愛告人啦 聽說建國老闆非常愛告人 那 我們就來給他 熱鬧一下 我們 這個都是我直播裡面講過的話 我會唸給大家聽 什麼 他告了什麼 喔 譬如講說我說 我說 不要以為股票上市貴 齁 你就拿這些股民的錢 齁 勢無淡忌的一直丟 這樣一段話 他說這個是違反證券交易法 再那一段 齁 你們建國炒股票了嘛 最近股票不好嘛 這個也違反證券交易吧 我沒有 好笑的來了 我們沒有爸爸可以靠 我們也沒有股票可以炒 我們也沒有外資公司 這樣又告我 我講這樣也告 齁 這樣子 這種 我覺得建國的老闆是這樣子啦 你是個男人嘛 keep要好一點 啊你要罵我不要用施赖嘛 這個赖看我很好笑嘛 不然一直PO一直PO 啊你一定知道股民會害怕 就不敢買你的股票嘛 甚至會賣出嘛 啊你現在壓力很大我也知道 這個也告 這個說我違反證券交易法 老闆如果不懂 多請一百個律師 你的財力可以啦 不要讓人家笑破肚皮 你這個東西呢 就是迴力標 大家都知道 建國老闆就喜歡這樣告 一個上市櫃的公司 這麼有錢在高雄 齁 真的不要用這種方式啦 去欺負人啦 ㄟ ㄟ 這句也告超好笑 要開24小時早點開 全台灣改一改 改一改股票就噴了 這樣也要告 違反證券交易法 喔 然後還有什麼超好笑 因為很多都很好笑 然後又 然後又 然後這個 他還有告一個妨礙名譽 喔 妨礙名譽 妨礙名譽 欸 妨礙名譽 他自己做了這個罐老闆 你還敢告我 你還敢告我 一個上市櫃賺錢賺了那麼多 還敢告我 這個我在直播上面講的嘛 他說這段話是妨礙他的名譽 我跟你講 大家台灣人只要一說話都妨礙名譽 台灣人只要再討論任何事情都是妨礙名譽 這叫妨礙名譽